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的9月21号星期二 之前其实提到滴滴的时候 我就说 我说滴滴狭阳自重 弄得华尔街那帮人一块在那骂习近平 弄得我记得 什么呢 索罗斯还在华尔街日报发文 直接指习近平的鼻子骂了一顿 然后华尔街那帮人就威胁恐吓 觉得弄了一个滴滴 让我们赔了这么多钱 我们华尔街以后跟你没完 怎么着的 我就说这么搞了之后 很有可能对滴滴反而不是一个好事 然后后来越演越烈之后 我说看这意思滴滴的管理层 恐怕就肯定理化了 柳青和程维 我看这俩人必走 必须得走一个 对不对 还有点印象 现在看来柳青要走 好吧 今天路透社发的消息 说路透社说是在9月21号 今天得到的由这种秘名人士的小道消息 说柳青对一些亲信的表示 他路透社得到的说到出的就是说的亲信的消息 说柳青说 说中国政府可能最后还是要接管滴滴 然后并且要委任新的管理层 老的管理层都得滚 当然这个是路透社也说的 是小道消息 对吧 路透社说的 路透社发了小道消息 说柳青就计划 与其等着别人就是说来炒他鱿鱼 不如他自己就直接辞职了 所以柳青就准备要辞职 然后告诉他的这些亲信们 要自己也想办法去找新的 因为我要是走的话 你们可能跟人就都得走 一朝天子一朝臣 你们最好就开始 现在开始找新的工作 找下家 他这些所谓的这些亲信 都是以前柳青在高盛的时候的 他的一些下属 然后他能高盛的到滴滴之后 这些人就追随他 到了滴滴 然后说这些亲信的跟路透社 反正这么说 然后说这些亲信的已经开始了 就是说跟一些猎头 跟一些这种 就是说找工作的这些业界 开始联系 要寻找的这种新的工作机会了 说柳青走的 我们可能也都得跟着就都撤了 只能管理同学要换人 要换一波新人 所以反正我想现在证明的 我之前预测差不多 但是至于就是说 中国政府来接管 整个接管滴滴的话 其实我觉得也谈不上整个接管 因为中国现在反正都是股份制 有可能有一些这种国字头的进来 可能我觉得参与一些股份 也就是这样子 但是滴滴的问题 现在我觉得其实不是接管不接管的问题 是他在美国上市了 就是说最后到底要不要退市的问题 是不是要从美国退市 然后到这边来 比如说到港股或者到大陆这边 上证或深圳去重新上市 或者咱不知道 现在不是说要什么搞北京政召召益所 北京不要搞一个 回北京 咱们不知道 完全说的意思 所以我觉得滴滴现在考虑不考虑接管 我觉得意义不大 考虑的是上市退市的问题 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关键点 不当然了 这些东西都需要一点时间 是不是 反正我这些问题我先探讨出来 咱们过后看看 看看是不是就是说像我想的这样子 甚至我觉得滴滴到最后有可能 就是说被逼要从美国退市 咱们看一看 好不好 反正之前我说管理层估计要下去 现在看来路透社的消息 也基本上就算是印证了 好吧 那这期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